Hello大家好,我是Andy 我之前曾经出过一个视频叫 为什么大部分人不可能通过投资房产,达到财务自由 在那个视频里我表达了一个观点 绝大部分人无法通过投资房产达到财务自由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三个字,不够多 今天在这个视频里,我想来分享一下我一个普通工薪族 是怎么在前后大约5年的时间里,在澳洲悉尼通过杠杆 只用了比较少的本金,购入并持有了1套自住房加6套投资房 把我的房产portfolio积累到大约500万澳元这样一个规模 在视频开始之前,要说明一下,我不是房产专家 这个视频只是我一个普通个人房产投资者 简单聊聊自己对澳洲买房的一些心路历程和粗浅的心得体会吧 刚才说的不够多三个字,具体来说就是绝大部分房产投资者 往往只步于1到2套投资房 而很少有人能把资产积累到一个比较可观的数量级 这个不是我瞎说,是由官方统计数据证明的 澳洲税务局ATO在2017-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整个澳大利亚有大约220万的房产投资者 占澳洲2018年的总人口数2500万的8.8% 也就是说每1000个人里面只有88个人有投资房 或者以家庭为单位的话,大概有20%的家庭买了投资房 另外80%的家庭要么只有自己一套自住房 要么在租房 在这仅有的8.8%的房产投资者里面 拥有一套投资房的占了71% 拥有两套的占19% 也就是说加起来90%的绝大多数的人只不与一到两套投资房 有3到5套的就更少了 有6套或者以上的人少于总数的1% 占澳洲总人口数量少于千分之一 不过当然,光看有几套房的这个数字也没啥意义 假设我就算买10套房子,但很便宜 总价值加起来可能还比不上有钱人直接买一套几千万的海边豪宅 所以关键不是数量,而是总体房产的价值基数有多少 刚才说了一堆数据和道理啊,其实我以前也不懂这些 让我开始明白投资重要性的契机是因为无意中看了一本书以后 让我突然开窍了 而为什么我会看这本书 还要从我当初稀里糊涂的买了第一套投资房开始说起 时间回到2011年 那个时候我们一家从国内移民到悉尼没多久,正在租房 卖掉了一套国内一线城市的房子转了点钱过来 在悉尼买了一套自住房 付了个首付,贷款了几十万 多余的钱就放在Offset账号里抵消利息 我那时在一家IT公司做网络工程师 工资收入也就是澳洲普通水平吧 那个时候认识一个房产中介朋友 经常怂恿我买投资房 我当时对投资完全不懂啊 但是有点好奇就跟着他去看了几套 他们的公司当初在悉尼销售的几个楼盘 记得看完以后那个中介朋友就掏出他的小本本和计算器 帮我算一笔账 比如要买一套房首付多少,贷款多少,每周的租金预计能收到多少 再减去房贷利息,物业费,console fee等等各种费用吧 算下来每个月就是一个付现金流的状态 但是由于澳洲买房有negative gearing,付扣税这个东西 那个时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付扣税这个概念 但是由于这个投资房是新房 每年会有不少折旧上的税务抵扣 到年底我做个人报税的时候就可以退不少税回来 这样一来一去记得好像最后的计算结果是我每年大概只需要贴个几千块 就能hold这个房子了 在澳洲买房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房产每隔7-10年,房价会翻一翻 那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是我花50万买套房,每年只要贴个几千块进去 10年顶多也就是贴个几万块 但房价要是翻一翻变成100万,那还是可以赚很多钱 当初其实真的是投资小白,虽然不太懂 但是觉得他说的似乎也有道理 于是头脑一热就跟这个中介朋友签了合同 交了10%的首付买了一套楼花 正在看视频的小伙伴们 如果你们在澳洲买第一套投资房的经历跟我差不多 也是因为听了中介朋友的忽悠以后买了楼花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你们的经历 当时是2011年,现在是2021年,10年过去了 事实证明这套房子并没有按照当初的想象翻一翻 我觉得可能按照现在的市场估价顶多也就是涨了50%吧 不但如此,其实买楼花里面有很多坑 这个以后我如果出一个买房经验教训总结的视频的时候再详细讲吧 但是虽然这个楼花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投资 其实我一点也不怪当初忽悠我买楼花的中介 反而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我非常感谢他 正是因为他,我买了在悉尼的第一套投资房 也正是因为买了这套房子 从来不关心投资的我在某一天,阴差阳错 去图书馆借了一本澳洲人写的房产投资的书来看 结果没想到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书的名字叫How to grow a multi-million dollar property portfolio in your spare time 作者是Michael Yardney 他是一个有超过40年经验的房产投资专家 也是一个畅销书作家 这本书彻底改变了我的思维 正如书名说的那样,读完这本书以后让我明白了 普通上班族通过正确的房产投资策略和理念 也可以积累到几百万的房产规模,最终达到财务自由 英文里有句话叫lightboard moment 说的就是我那时候的感觉 仿佛在黑暗中突然看到远处有一盏明灯点亮了我未来的道路 这本书的具体内容我在这个视频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以后有机会我会去专门做一期视频说一说 Michael算是我投资早期的人生导师吧 我后来看了他写的每一本书,都非常值得推荐 顺便说一下,前两年我有一次在悉尼去现场听了Michael的一个Seminar 结束后还有幸跟老爷子合了个影,真是非常高兴 后来我还看了很多其他澳洲人写的一些很经典的房产投资方面的书 比如这几本 我那时还天天上一些澳洲本地的房地产论坛 学到了非常多的房产投资方面的知识 比如当时很有名的但后来停止运行的Summersoft论坛 创办人Jane Summers本人就是一个很成功的房产投资者和作家 和后来的Property Chat这个论坛 不过投资这个是你看再多的书,上再多的论坛 光有理论,不行动是没有用的 所以当时的我就跟打了鸡血一样,立刻行动起来 我的房产投资策略很简单,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 大量买入交通便利的便宜区的两房旧Unit 具体一点就是,首先房子要在交通便利的地方 就是这个区一定要有火车站,而且房子最好离车站在步行距离范围之内 还要有shopping center,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今后出租或者再次出售也会比较受欢迎 买便宜的区是因为当时我的资金并不多 肯定是买不起当时悉尼均价100万澳元左右的House的 所以我就把我想买投资房的价格范围定位在30-40万澳元 那为啥要买两房旧Unit呢? 在悉尼通常把一些老公寓房称为Unit 这样的房子一般层高都在3-4层,不带电梯,内部装修会比较旧一点 所以Strata物业费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房价通常也会比同样地段和面积的新公寓便宜20-30%左右 投资性价比要比新公寓高很多 而两房是最popular的户型,适合2-4个人住 有了自己的投资策略以后 我就每周在澳洲的两大房地产网站 Real Estate和Domain上事先搜索我感兴趣的房子 做好笔记,然后每周六去看房 具体的看房过程就不多说了 相信有过看房买房经历的小伙伴们都有体会 下面为了不透露我买的房子的过多的细节 我都只说一个大的地理范围和价格范围 长话短说,最后在每周六看房看了大概三四个月以后 我在2013年年初买了第一套投资房 位于Canterbury-Bankstown Council某个区的两房Unit 价格是30几万 然后呢,刚才提到的2011年买的楼花 在2013年下半年建房也完成Settle了 成为我的第二套投资房 位置在Parramatta Council的某个区 价格是50几万 那个时候开始悉尼的房地产进入一个快速上升期 我也在那个时候通过贷款经济broker做了第一次refinance 对我手上的三套房重新估价以后 发现房价已经涨了不少 特别是我在2011年买的自住房 于是通过refinance贷款到了额外十几万的可支配现金 拿着这十几万作为本金 我又在2013年底和2014年初 在Cumberland这个Council的两个区 分别买了两套房 都是符合之前说过的条件 有火车站 有shopping center 两房旧unit 价格都是三十几万 成为了我的第三和第四套投资房 买完这两套房以后 整个澳洲的房产市场继续不停的快速上涨 RBA也不断的降息 更加促进了火热的房市 但那个时候我手上的子弹已经打光 没有多余的资金了 只能在不断关注市场的同时耐心等待机会 时间过了大概一年半 来到了2015年中 我之前买的五套房子又各自涨了不少 记得那个时候的房产市场非常的火热 只要有房源一上市就会很快的被买走 这时我再次对我所有的房子做了一个重新估价和refinance top up了我所有的贷款 又拿到了大概二十几万的额度 于是再次出手买了Ride Council某个区的一套三房旧unit 价格六十几万 悉尼的房产市场经过了2013到2015 三年的繁荣以后,在2016年进入一个调整期 明显能感觉当时的房产市场冷了下来 特别是在悉尼的CBD和周围地区 房价又开始回调了一些 我那个时候又重新开始看CBD周边的房子 最后在2016年上半年买了一套CBD的六十几万的一房公寓 所以从2011年到2016年 大概5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跨度里 我先后一共买了7套房子 虽然听起来数量多啊 但可能也就相当于悉尼普通价格的2-3套房子而已 目前估价的话总价值大概在500万澳币左右 但同时我也欠了银行很多很多的钱 背负了好几百万的贷款 所以我是一个百万富翁,富数的富 不过好在由于前面我提到的买房策略 我从头到底都没有因为hold这么多房子而造成现金流非常紧张 因为我买的都是比较便宜的旧unit 本身便宜而且租金回报比house要高 所以基本上这些房子大部分都能实现自给自足 也就是我付了一个首付以后每个月都是租客在帮我养房 租金基本上都能cover所有的费用 所有的房子也都是一直委托专业的物业经理在帮我管理 所以自己也并不需要太操心 话说回来,虽然刚才整个过程回顾起来似乎感觉挺简单的 但这5年的历程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 这一切的背后是我那几年里花了无数个小时的上网研究时间 几百个周六放弃休息日的实地看房 跟各种中介的讨价还价和勾心斗角 跟贷款broker的精打细算 跟过户律师的电话沟通 等待贷款批复和房子settle时的忐忑不安 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肯定还有过好几个不眠之夜 再次重申一下刚才说了那么多 都只是我作为一个普通房产投资者的分享 我并没有说我的策略有多么完美 我也走了很多弯路,犯了很多错误 而且还欠了很多贷款 500万的一个房产portfolio也并不是一个什么惊人的数字 我在投资路上遇到过很多比我厉害10倍的人 到目前为止,我的频道基本上都是股票基金投资方面的内容 如果有小伙伴喜欢像这样的房产内容的话 比如我的买房策略的缺点是什么 我走了哪些弯路,踩过哪些坑等等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回到视频开头的我说的不够多的那个观点 当你拥有的房产基数达到一个比较可观的数量级以后 能够产生的效果也就比较大了 比如我现在持有500万的房产 我也不奢望它能7年到10年翻翻什么的 如果长期来说保守每年年涨幅有5% 那就是25万一年的增值 哪怕扣除通货膨胀2% 那就算整体3%的增值也有每年15万的实际增值了 妥妥地超过了普通澳洲人的年平均工资水平 最后我想引用Michael Yanni老爷子的一句话 Property investing is a game of finance 房产投资其实不光是买房子 它本质上是一个金融的游戏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别忘记给我点赞 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